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量没有办法做适度的放大 998亿不够 绝对不够 然后下不了原因 重量级的股票在撑盘 所以导致今天加权指数是 开高之后就很牛皮在上面 但五月份的第一天就有这样的成绩 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今天整个盘面的结构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做解说 好 那照旧成今天台北股市大涨原因 最近我在上礼拜五的演讲里面 我就讲过了 五月第一个交易日 礼拜二就会直接占上9900 你没来听我就没法 今天开盘直接占上9900 昨天道琼虽然平盘 NASDAQ跟费城半导体都大涨 所以我一直教你们 美国它的加权指数 它的股票指数有很多 这边看到还只是部分而已 它还有什么蓝筹股 道琼是30家 蓝筹股只有20家 那还有什么等值线的纽约指数 还有很多很多 那其实这里面跟台北股市最关心 你有看这个 NASDAQ跟费城半导体 因为它是科技股的重镇 所以昨天 NASDAQ跟费城半导体大涨创新高 这个对台北股市本来就是好事 本来就是加分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 重点哪几次在涨 涨最多是推特 推特财报发布之后一路涨 涨不停 昨天又涨6.4% 当然这个台北股市影响比较没有那么直接 那第二档值得注意的是美光 昨天美光涨了2.2% 这个跟低润股有关系 所以美光的涨跌跟低润 低润模组短线的航行会有关联性 那第三个就是Tesla 昨天Tesla涨了2.7% 又创历史新高 Tesla会带动什么 会带动Tesla概念股啊 你看Tesla昨天大涨之后 又创历史新高 已经300几块啊 314块啊 已经314块啊 Tesla概念股里面 3.6.6.5 茂莲今天大涨了5.8% 何大 另外一档Tesla概念股何大 今天涨了3.3% 涨了4块半 两支股票今天都放大量 你看何大 何大今天量 比昨天冒出来这么多 但何大本益比较高 目前将近140 去年串4.7% 所以本益比已经快要30倍了 已经快要30倍 所以比较偏高 而且还在连线以下 如果它放量的话 其实是有那个气图要占上连线 这个可以注意 我是比较看好这一支 茂莲 茂莲今天的成交量 5594张 礼拜五的成交量 只有800多张而已 所以光是一天成交量 增加了6倍 你看加权指数 今天量差不多 茂莲的量增加6倍 尤其它一直在年线上面 你看年刷35个 最近是三个月里面 茂莲的股价 就在180跟170 10块钱里面 整整走了三个月 走了三个月间 放了6倍的量之后 占上190 似乎有要过关的味道 所以今天茂莲这根量的出现 这个有机会供 我今天在盘中节目 9点半的节目里面 也是推荐茂莲 但它的价格还是偏贵 190块也是算贵 虽然说它的获利不错 去年9块8 8.3 9.3 今年应该是有赚一股股本的机会 可是本益比19倍了 还是有偏高 所以在操作的时候 但本益比偏高 短线要转强 还是可以做嘛 只是你在操作的时候 尽量用短线的策略 下去做操作 如果是底部的股票 本益比低的股票 你可以做波段 高本益比 相对价格比较高 你就用短线做就好 所以帽连短线OK 短线OK 这个在Tesla概念股里面 你可以特别注意的 昨天美国股市 最值得留意的是 Apple 苹果 昨天苹果股价 大涨2% 最高来到147.2 又创历史新高 但苹果如果说以价格来看 最高曾经是700多块钱 后来因为股价分割之后 分割就类似我们除权 把它从变说一张变两张 类似这样的分割 那目前是分割之后的新高点 所以如果说以总市值来看的话 苹果的总市值 还是创历史新高的 那苹果昨天率先大涨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你要注意 今天晚上美国股市收盘后 给你一万美国收盘一额 苹果要发布这一季的财报 就是1.2.3 1.2.3 那1.2.3这一季的财报 当然一定是比10.11.12来得差 苹果它的一个运作 9月发表新机 10.11.12拉到获利高峰 紧接着足迹越来越低 年度最低的一定是在7.89 因为7.89市场在等待它心机的来临 所以等待心理之下 买它产品的欲望一定是最低的 所以你不能跟前一季比 苹果的财报你要怎么样 你要跟去年同期做比较 才行 那你昨天财报还没发布 股价率先创历史新高 代表呢 是不是代表市场已经预期 苹果1.23的财报 比去年同期还不错 所以股价率先先表现 苹果一大涨之后 平概股 一档一档跟着动 台积电今天起两块 2317的鸿海 涨了1.2 4938的河硕 今天涨了1.1 6269的台郡 这是涨了三块半 涨了3% 涨最多是哪一档 平概股间涨最多是1基 平概股间涨最多的 GIS夜城 尾盘突然急拉到涨停 可是这也是涨最多的 这也会起最高的 也是涨最高的 一般来讲医学习惯 涨高之后我就不追了 涨高之后我就不追了 但它的气势目前是最强的 可是你操作上你不要过度最高 利害税利 所以昨天苹果的大涨 今天苹果盘后的财报 利害注意 这会影响到明天台北股市的行情 这一点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你看南韩今天又创新高 南韩今天涨0.6% 是不是又创历史新高 这个是历史新高 这是历史新高 你看南韩 这是历史新高 这是历史新高 日本这波涨得也不错 今天又涨了135.0.7% 你看日本这一波 最近这波涨得起来 从18,200到今天 19,465 1,200点 1,400点 1,400点的涨幅 相当于是 6.8% 人家在本期6.8% 南韩也不少了 南韩这波涨幅 南韩这波涨幅 也有5.3% 也有5.3% 你看之前台北股市 大家担心 北韩跟美国 是不是会发生冲突 有没有 把大家吓得都不敢买 量缩到剩600亿 如果北韩跟美国 真的打起来 首当其衷 一定是南韩跟日本嘛 对不对 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地缘性的关系 南韩跟日本 是最危险的地方 结果你看这波 日本涨了6.8% 南韩涨了5.3% 反而是涨幅最大的 所以可见得 你不用怕嘛 最危险的是最强的 你就不用太多嘛 是不是 纵使真的打起来 离台湾那么远 我们没事情啦 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 不要自己吓自己 香港 今天一度也涨了100点 你看这波香港 这波香港也不少 从23,700 涨到今天 24,800 也涨了1,050点 香港涨幅 又有到 香港涨幅又到4.4% 4.4% 你看台北股市 9622 记不记得 这一天 礼拜四 大家减了四 连续两个100点的 我特别跟大家讲 9622点 不会破 我特别讲9622不会破 而且马上要反弹 我不知道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对你们帮助的话 那我的分析就是白忙的 是不是 我对大盘的分析 市场一次公认最准的 你看从9622上来 到今天 9951点 那多少 300 32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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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算成百分比的话 3.4% 3.4% 3.4% 是不是比 南韩的5.3少很多 比日本的6.8 只有一半而已 香港4.4 我们还是少人家1% 对不对 1%就要200点 1%就要100点 所以台北股市还有 追价国际的空间 重点不是 我们大家要加油 你看今天这楼梁 9百几个 998 行情的形成 你不能单靠外资 不能单靠政府 不能单靠主力 要大家齐心协力 才有办法创造的 所以真的说 大家要加油 我知道今天这个量 虽然指数已经快到万点了 很多人还是很谨慎 不敢断投入 大家要加油 真的大家要加油 加全指数今天来到 9900之上 我跟你讲 满电 明天 快的话明天 慢的话这个礼拜 万点一定会上去 可是量的放大 一定要伴随的增加 这点很重要 这点很重要 那今天推动台北股市 大涨的几个因素 第一个刚刚讲过 平概股 对不对 平概股里面 最重要的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 又创新高 199 当然 收盘价格里扣2块 可是你知道台积电 占大盘的比重有多高 你知道吗 17.3% 以台积电17.3% 他今天扣2块 你知道这两块 加全指数有几点 你知道吗 22点 台积电今天扣2块 加全指数22点 那是不是相当于 台积电扣1块 加权指数就去10点 这个段指数成分是相当相当高的 所以明天 今天晚上苹果的财报 影响到明天台北股市的行情 另外一个 今天影响台北股市指数更深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今天早上在节目里面 有跟大家谈过 770亿的劳退退府 即将委外操作 你有没有发现到 现在五月份 劳保劳退退府 钱就要放出来了 是不是让人家感觉有一种 要塑造520之前的好景象 因为520总统要讲话嘛 那总统到时候说 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状况也都很好 高级怎么落成这样 他就无法支援其说了嘛 所以五月份一开始 马上传出770亿的劳退府 资金要下放 让人家感觉就是要做520行情 那要做520行情 政府的钱 第一个直觉一定是什么 关股 关股 什么是关股 金融股 你看今天第一金 大涨3.2% 第一宝 大涨2.6% 华南金控 大涨1.7% 是不是都是关股的特色 你知道今天加权指数 涨0.7% 银行股涨多少 银行股 银行股指数 今天涨了1% 是不是比加权指数来更强 所以今天把指数推这么高 银行股更是功不可没 更是功不可没 我知道大家对银行股 比较没兴趣 因为第一个跑太慢 第二个股本太大 动不动就是千亿的股本 你看这个动不动一千一百亿的股本 一千零五十亿的股本 都很大级的 没有错银行股跑得慢 你不做也OK啊 没有人会强迫你 可是你要把银行股 当成指数攻击的指标股 这点你要注意 你一定要看着 尤其在520前这段时间 在520前这段时间 银行股是很重要的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另外第三个 我上礼拜一直跟大家强调 大盐要站在高清高 友达群创绝对不能缺席 你看今天群创 去买2% 友达 有盘也拉上来 也是涨了快1% 涨了快1% 但没有错 这两支股票今天涨幅 不是盘面上特别耀眼的 可是它的成交量 却是今天成交量盘盘里面 分居第一名跟第三名的 第二名是华邦殿 差不多了 差几两千兆而已 是不是友达群创 一样是盘面上 最重要的人气股 是不是最重要的人气股 所以友达群创 这两支股票很重要 你知道当指数越长越高 安全的考量是越来越重要 你看指数到这个地方来 量又一直没踹 万点会上去 可是量如果持续出不来的时候 潜在背后的风险 你一定要考虑住 所以你不能一直 只是看眼前的强势股 那是很危险的 反而友达群创 安全第一 想象空间最大 能够让你安全的大赚 你看友达 对 以友达来说 完全没有涨 第一季0.98 今年如果赚三块半的话 本益比才几倍 今年如果赚三块半的话 本益比也不过才三倍而已 才三倍而已 目前加权指数 本益比已经在二十倍以上了 已经二十几倍了 友达群创 获利今年会创新高 本益比竟然只有三倍 三四八一的群创 今天十四点三五 今年如果赚三块半的话 益比多少 才四倍 跟四倍而已 刚刚讲过 当指数越来越高的时候 你要考虑相对性的风险 对 预估的到的 当然都没有问题 最怕的是怕什么 怕突发状况 如果临时来了一个突发状况 有没有可能 都有可能啊 那当突发状况来的时候 什么股票能够让你安全 然后又可以大转 就是这种股票 白米很低 三杯四杯 获利创新高 股价在底部 对这种股票啊 你不要小看它 群创如果回到净值 已经快到二三块钱了 如果它能够回 如果它回到净值的话 回到净值 北一比都还不到八倍 那光是这样就有六十几%了 光是这样就有六十几%了 所以它安全度 是不是最好 纵使大盘出现一个 临时性的利工 我就跟你说 这种股票也是最抗跌的 这种股票也是最抗跌的 指数在九千九 甚至一万点之上 你的操作千万不能看表面 我就说什么意思 你看上星期是 上星期是太阳能是不是全部大涨 那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太阳能大涨 你不要去乱追哦 上星期是很多老师在推荐太阳能股 给我公完了 太阳能股连跌两天 连拨两天 今天数额还在跌 今天太阳能股全部都下跌 今天太阳能股全部都下跌 大概都两%左右 那开心一天 那开心一天 连拨两天 没意义嘛 是不是 今天最弱的是镜头 镜头股 连一光 获利最差 涨幅最多 就是镜头 就是镜头厂 了钱的公司 勾给你我五十几块 今天就趁机都倒了 还有谁 镜头的股票 3019 今天是跌了快3% 6209 金国光 也是大跌 对 大盘在大涨的时候 反正他们全部都倒了 第一季财报赔钱 3362 先进光 也是大跌 先进光的业绩如何 我们可以看得见了嘛 最好就是一块钱而已嘛 勾给差到七十几块 本比七十几倍 是啊 所以跟大家讲过 指数涨越高 安全的意识 你要越有 这个就如同什么 跟人家背双同样嘛 不管是爬山 或者攀岩 当爬到越高的时候 你的安全措施 做得越好才行嘛 不过说 哇 一个失足掉下来就 吓死了啊 做钩票也同样 指数越走越高 你越要有安全性的考量 所以不要单纯 只是看表面性的短线涨跌 或者是 那种业绩很烂的还在涨 你还在追 涨幅太大了 那个都要避开 尽量去找类似 友达群创 这种底部安全性够 又有机会大涨的 你要往这样去想 才对 所以你不能只是 一直看眼前的东西 有谁像友达群创这样子的 对 刚刚跟大家谈 联帽 这个刚开始要动 对 二三五五 进棚 这盘弯底 差不多要动了 都开始出来了 9904 保存 获利创历史新高 大部也打得差不多了 你要往这方面去找 类似友达群创 获利 今年很好 股价在底部刚开始酝酿的 找没 找拎特业就对了 找拎特业就对了 今天晚上 苹果的财报 务必特别注意 没关系 你可能没有办法 像我们这样注意那么多 锁定我节目 我会为大家锁定这一切的 专业的东西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来 二年 未来的 谢谢观看